你想知道什么叫专业贴膜吗? 第一,专业贴膜必备四大硬件 有无专业的无尘车间 汽车贴膜后不能有任何明显杂物颗粒 因此专业的贴膜必须在无尘车间内施工 无尘车间不仅仅是一个与外界隔离封闭的玻璃门 内部应设有专业的降尘设备 专业的明亮灯光、空调、水电气鼓 温度、湿度表 测量车间温度必须在20到25度之间 湿度在60%以上 这个环节下不易产生静电 以免灰尘吸附 等离子降污、喷淋系统和空调已达到空气出沉作用 而配备双新风系统 室内有专业的工作台和物品摆放整齐化衣 这样的施工环境装填效果绝对不是露天作业所能及的 第二有无专业的裁膜系统和裁膜设备 这一套下来需要大几万 专业裁膜系统可以分居您的车型 裁出专车专用的膜来 好处就是不用拆装车上任何一个部件 不用在车上东一刀 不用大幅度的拉伸膜的尺寸 这样可以避免很大的施工风险 还可以现场量身定制每辆车的每个部位 大小合适 包边包脚的完美度 只有具备这套设备才可以做到私人定制版专车专用 三有无专业的人员专业的技师 达到一级的技师具备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包括引擎车衣 太阳膜 改色膜 玻璃膜 贴膜量必须达到2000到3000辆以上标准 有无专业的产品 指的就是国内外一线品牌 有品质保证的产品 是不是专业生产膜的厂家上市的时间 有没有电子质保 质保范围是什么 什么材质 质保几年 不变黄 不开烈 不掉胶 不失针 所以选择专业的贴膜店 呵护选择 汽车贴膜是否专业 您懂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